2.5新地图开了也有段时间了 这次的三节录像季 大家都干完了没 由于最近全网都在喷八重 导致这个活动反而感觉没什么热度 八重自然是有该喷的地方 但在我看来 新地图也有该夸的地方 咱们玩家作为消费者 就应该该喷的地方喷 该夸的也要夸 对不对 我就说一下我的感受 在上线两三天之后 身边的小伙伴就都把地图跑完了 就是一个词 流畅 这次地图设计呢 也不能说设计 地图引导实在是太优好了 有很多雷铃帮忙领路 雷铃接宝箱 宝箱再接雷铃 然后是解谜传送门 真的是一气呵成 就很舒服 那米哈游要说 请了很多985策划 不好意思 这才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策划的水平 好吧 咱就是说到期的雷铃 我刚见的时候真的是想喷 电脑端还好 屏幕大 我手机端经常被那个雷铃左右晃两下 就跟丢了 根本不知道他为啥要这样设计 像这次的雷铃就起到了领路的效果 这样才有意义吗 而且他引导你的这条路走下来 基本不会落下太多资源 挑战宝箱都能在路上看到 就算偶尔有些没注意 他有这个盒子 能一键探索周围 真的是直接五星好评好吗 完全碾压什么风之寻宝罗潘 延安之寻宝罗潘好吗 所以做这个视频 也是想了解一下大家的看法 大家是喜欢这种引导比较清晰 资源都比较好找的地图呢 还是喜欢那种阴间一点的 自己慢慢探索的地图呢 喜欢好找的刷 一 喜欢难找的刷 二 我们来康康比例 大家踊跃表达看法 因为我觉得策划呢 其实是在做测试 就像听内鬼爆料之后 还会有什么格档的玩法 但都是在活动里的 可以说就是先放在活动里测试 大家反想好的话 也许就会照搬大世界 所以如果跟我一样 喜欢这种比较友好的地图引导的 千万记得点赞转发收藏什么的 帮忙推广一下 最好能让官方看到大家的这种态度 其实地图越来越阴间 大家都懂 就是因为剧情上比较慢 靠这招来维持玩家的在线时间 但举个例子吧 王者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游戏 对吧 但他维持在线的时间的办法是什么呢 臭名昭著的ELO排位机制 原神肯定远没到那一步 但是地图别那么阴间 我个人还是比较向往的 而且现在还有部分学生玩家被制裁 他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出大地啊 至于那些说喜欢复杂地图的人啊 我仅代表我自己刚一句 请问你们的宝箱都是地图上逛出来的吗 没有看攻略的吗 请问你们的头都是地图上逛出来的吗 没有看攻略的吗 如果看攻略的话 那直接有个像这次活动一样的装备 会不会更好呢 当然傻瓜式地图 我也是不期待的 偶尔来些阴间的宝箱 还是可以增加探索的乐趣的 只是希望大多数都能好找一点吧 大家觉得呢